白斗直接开钩 伤害够吗 来不及了跟不上 克林会倒吗 克林有伞 这个伞也是要交的 后续好像能杀 也去碰撞 直接爆开 最近DK这个队伍 不稳定的一大部分原因 还是因为Amy老师的下路 很多时候是怪怪的 目前还不知道是他赛纳的问题 还是 目前还不知道是他那么连着辅助的问题 我听个也挺有意思的 我发现打DK的这个队伍 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管他的英雄词 很少会有人办他的剑魔 虽然说他 很自豪有自己的皮肤 但其实也很少人去管 对他基本上每一把都能拿到剑魔去胜 前一期还在不想打 平时想打这波式肯定想接的 来的时候感觉还行 打了一半感觉好像不太行了 给了 还能打个治疗 上路三个人 六在下面也去管事 想到那个泰坦 硬杀应该是可以杀的 泰坦是没W的 来吧 纳美康塔 鱼刃也触发 闪亚也躲开技能 完美处理 有点揍 你越上我越下 上路已经拿下下路也拿下 OK 你三层 你三层虫 我三层虫 纯粹的镜像游戏 这游戏 这是拷贝吗 这游戏是 复制粘贴 泰坦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已经 纳美大的时候 他就已经直接出勾 用余阵挡了 反倒还要阿德斯路线 现在有点干把了 左边线出不了优势现在 硬打状态 不让你回家 W空了 没有大刀找 打中就能杀 配合不错 球美想过来耗一下 打个Q没感觉 勾勾得不错 不不不不上吗 这个位置其实不肉的 上一套 直接龙魂怎么样 嗯 怎么一直皮拿着 这什么操作 两边同时交TP 这波要接King 跑得很快 卢先生没到 还行 没被打状态 后续就还能打 过来有W挺在最前面 杀了个多蓝怎么样 多蓝是没W的 去哪泰坦 去哪 OK 佛爷哥打佛爷哥的 太坦打太坦的 勾 勾的是谁 勾的是魏 大的是后盘 OK直接被秒 说了不肉的 太坦也倒 龙是谁的 先找下龙是魏的 哇 这边躲了大招 还杀了 杀了赛娜 有点滑溜 被撤了呀 崩了呀 Q散一头磕在路线子弹上面直接报名 主要我觉得弹幕 弹幕们现在应该也无所谓 有没有串子 其实 主要已经都串了那么久了 反手直接大 你来惹雪明如虾 怎么两枪给你崩了 泰坦还是比较肉的 有兵器加忍者鞋 后手躲 躲掉你要死 你的失误 我买单 这不跟泰坦没关系 这不是思想上出的问题 泰坦勾这种有位移的路线能勾到 你勾这个人 你怎么勾得到 你W用完 直接想过来杀你 一斤的空完 后续未来死了 后续还能打吗 那个叫什么 浮游哥已经走了 直接慢 打不了 勾不到的 勾不到的耶 他们得是那种 他们想勾这个线上的路线 他们得那种 把中线能稍微退退进野区 埋伏一下别人才有机会 在线上就直愣愣的 你说你走过去勾别的ADC 就 你说你勾个什么大水 这种没位移的有点可能 勾到有位移的太难了 其实路线的强度应该会下降一个不 应该还是会下降很多的 不是一向现在这么OP的 直接Q到脸上了 我不开吗 反正我被 反正被纳美机飞一下 直接死了 这我不是打我脸吗 刚刚说了有位移这种技能 他打不中他就打中了 怎么办 DAF的跟柯林打下路对吧 那一季DAF的人已经有点 怎么说 感觉他的玩法也有点精神失常了 这边直接锁 锁着妖精 妖精直接躺 这边医患医能接受 阿闪闪的是卢星 还要往里进吗 进不了了 这边跟我已经进来了 反抖锤 OK死吧 DAF的跟柯林打下路 打的时候 只能说 已经打得有点抽象了 Amy一来 感觉两人直接爆了 就是护肥 护肥肥肯定你散大 接受不了的 已经0-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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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比赛里面 有这种串子 这些很正常 难免 对吧 很多高智商 谁有都理解 抓到一直刷 有点影响观感 完了 两枪点完直接 直接麻了 杀完直接超神 高 给你高 打死我 帕头被揪回来 他没用自己引起飞了 在揪回来 一瞬间已经被 已经被为击飞了 这根本批不在地三刀 柯林给一个 你打4能打吗 OK 这路线可不能拿点到啊 点到直接就是 头点爆啊 打不了 DK连KDF都打不过 这三季已经差不多了 主要还是 虽然说你们平常打牌位 都觉得ADC这个位置 很垃圾很菜很low 但打比赛下路永远是 重中之大重